那谈了多时的反跳槽法 预料会在三月份的国会会议中提成 但是究竟怎么样才算是跳槽呢 跳槽的定义又有多广泛 到现在为止还是引起辩论 掌管法律书的首相署部长望租乃迪 在接受我们的姐妹台 Astra Avanif专访的时候 他就指出 200名国会议员和各个政党 除了针对正项法案的各种问题和阐释 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之外 他们对于跳槽的定义 也还是存在很多相互矛盾的意见 他就问了 如果一个人因为跟党的领导层 他们的理念相左而被开除党籍 那算是跳槽吗 如果一个国阵的议员离开了巫统 加入马华或者国大党 那又如何呢 独立候选人他们或许获胜之后 入党也算是跳槽吗 望租乃迪就表示 这些问题到现在都还没有答案 各党也还没有达成共识 而针对这一点 吴吉尼路尔国会议员兰卡巴辛就认为 如果还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定义 其实可以先立法 禁止那些公认是跳槽的行为 他发文告表示 虽然跳槽或许可以涵盖各个不同的状况 但是建议中的反跳槽法案 可以先应对一些明显的基本例子 比如说 一个人离开各自政党 然后加入其他政党 又或者是那些退党之后变成独立人士 但是对执政党友好的人 那反跳槽法可以先对付这种行为 那对于各方还没有找到一个完全认同的定义 竞选盟也承认 跳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并且有很多的定义啊 法律啊 还有党内以及选举方面的考虑 要找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竞选盟却希望望住乃迪的这番言论和展研咨询会议 不是为了要延缓这些重要改革 那针对各党对反跳槽的定义缺乏共识 行动党组织秘书陆兆福 在接受八点四日报访问的时候就强调 朝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清楚列明 一定要在三月的国会会议里头提成反跳槽法 因此反跳槽法没有退路一定会执行到底 他也认为望住乃迪作为掌管法律的首相署部长 不应该让争论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 应该主导并且做出最后决定 掌管国会与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望住乃迪 在我们的姐妹台 Ashra Awani的专访里 一连抛出了好几个如何界定跳槽定义的问题 并指出目前他们还有大约20个问题还没有获得解答 而这些疑问追跟究底还是回到跳槽的定义上 因此他会在下一次国会会议之前 跟所有政党的领导人会面来厘清这个概念 所有问题都没有结合到20个问题都没有结合到 在200个党党的领导人都仍然有观察 在其他各个党党的领导人都仍然有观察 针对望住乃迪提到 各党对反跳槽一词并没有达成共识 形容党组织秘书陆兆福 在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时却表示 目前朝野双方达成的共识是 一定会在三月份的国会提成反跳槽法 至于跳槽的定义 目前的确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但对在野党来说 跳槽的定义其实很简单直接 对我们的理解 跳槽是很简单的一个定义 就是如果你在一个政党的旗帜上阵 如果你上阵你终选了那个议席 如果你跳槽去另外一个政党 那个就是跳槽 如果你是独立人设 这个你没有旗帜上阵的 你是个人的 你过后你要支持哪一个政党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个人的自由 因为你不设在党的旗帜上阵 陆兆福也指出 如果是整个政党跟另一个政党结盟 但依然使用自身的体制上阵 那么这个政党在选后 还是可以有自由选择跟哪个联盟合作 这样不算跳槽 但如果使用同一个联盟标志上阵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除了说你是用一个联盟的 比如说我们是用巴卡丹哈拉班联盟 如果你在巴卡丹哈拉班联盟的旗帜 中选 但是你整个党退出巴卡丹哈拉班 我觉得那个是算跳槽 这些都是有一些比较技术性的一些问题 并不是说不能够处理 我也并不认为我们达不到观察 肯定是说如果你要每一个政党 每一个政党都同意 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没有一个事情说 100%每一个人都同意 陆兆福强调 他们不可能得到所有议员或政党的百分百同意 但他们签署谅解被忘录的底线是 必须要在三月份的国会提成反跳槽法 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在国会复会之前 解决这个技术性问题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definition 你做了一个决定就去进行了 所以如果你要争论下去 没有一个结果 我觉得对任何一方面都没有好处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还有两个星期开国会 在One United方面 因为它阻挡整个事情 它就必须要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 那陆兆福认为 如果不立法对付跳槽的青蛙 那么浙江无法在夏季大学恢复选民的信心 现在很多选民对于投票异性阑珊 因为他们对政治人物失去了信心 他们认为 中选的国州议员随时都会跳槽 选了也没有用 陆兆福也强调 虽然跳槽的定义到现在都还没有厘清 但是希盟的底线是 反跳槽法是在必行 一定要在国会通过 他指出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完美 但是任何改革都必须要先踏出第一步 可能这一步并不完美 但是总好过没有任何行动 大选之后 如果有了新的比较稳定的政府诞生的话 那么到时可以继续来改革 修改整个制度 但是如果你连第一步都不做的话 那么选民就不会对这个政局产生信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